今天是3月22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18分 我们来看一下上午的盘面 高开冲高 全线反弹 A股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盘面 那么接下来怎么走 还有就是市场的焦点 重心在哪里 其实在昨天前天 就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啊 对吧 大盘在这个位置 不要怕 不要慌 只要他敢杀 敢跌 我们就敢进 对吧 在这个六升线 其实就是给你一个低息 上车的机会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啊 整个盘面虽然说很强 但持续性不太好啊 也就是说 你去追高的话 还是要小心一点 一旦你追错了 就高位接盘了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其实上方的这个位置 是存在压力的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位置 六升线上场的啊 他往上冲过来过重重啊 冲到3300 这个前期高点附近啊 你要小心啊 一定要小心 这个时候要随时准备撤退啊 所以准备跑路 可能很多朋友说 那会不会突破这个行情呢 突破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 想一口气突破去难度很大 这也就是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说急杀啊 急跌去低息冲高 可以选择减仓落贷的一个原因啊 还有啊 大家看市场的这个焦点 其实主要还是在 券商这个把握上面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券商稍微涨了一下 超微红盘 大盘就上了 券商一杀 大盘也不行 其实很多情况下 大家都知道啊 券商是作为货盘工具的 他对整个盘面的影响 非常的大 所以大盘的影响啊 要看他的脸色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券商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啊 这里随时都有可能 出现一个急拉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急拉啊 是属于一个明显的啊 明显的一个冲高四盘的动作 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记住啊 他稍微啊 这个位置属于震荡 那么盘动其他冲高的话 拉到上方的压力为附近 压力为附近 你不要轻易的去顶 你不要轻易的去追 听明白没有 大概率啊 有机会冲高回落啊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要注意这个节奏 说白了就是这个市场啊 还是属于一个震荡 对不对 只不过他现在是属于震荡上行 也就是说啊 整体上来说属于一个什么 开始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但是还没有改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重点啊 重点在哪里 今天旁边表现比较好的是谁 东速西算通信技术 WiFi6 进驻 对吧 大家是不是也发现了 前排这些涨幅之前 其实就两个方向有关啊 一个是什么 数字经济啊 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相关的对吧 就是科技这一块的 还有个是什么 大基建里面建筑这一块的 其实说白了啊 如果你盯紧了这些主线 盯紧了这些核心去做 还是能够把握住的 对不对 再看一下后排啊 后排的话跌的比较多的 贵金属 中传系 餐饮 其实 这些不就是昨天涨的比较多的吗 今天不就出去调整了吗 所以说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过这个是 就是在这个拉高的过程当中 你不要轻的去追对吧 你可以低吸可以潜伏 但是拉高你不要去追 你追错了 你想想 是不是高位就接盘了 大决是不是 这个位置啊 你是不是高位接盘了 整体来看啊 不必要太过的纠结和担心啊 整体来看他位置并没有破坏 属于一个上升的反弹区间 好 我们 来谈重点啊 大家最为关注的 能够吃到肉的赚钱的方向啊 今天表现最强的两个方向之一的 人工智能 说起人工智能啊 大家可能啊 会发现 他在不知不觉当中 走出来一个什么 走出来一个新的反弹高度 对吧 今天呢 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也就是我在前面一直强调大家 这个方向一定要重视 一定要留意 他直接敢撒 敢跌 跌到这个低一点的支撑位 你就应该敢上 敢去潜伏 敢去低吸 对吧 说得很清楚 也说得很明白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 人工智能在这个位置啊 他随时都有可能展开一第二轮 其实说白了 昨天就已经有突破的信息 只不过是量能有所欠缺 我在昨天跟大家说过 如果这个量再补一下 他走 不得概率就非常之大了 人工智能今天个股的话表现也是不错的 整体来看啊 有 新农头 又有一些前期的一些核心 对不对 比如说前期核心是谁啊 拓维啊 大家看一下 拓维这种是前期的一个核心品种 对不对 然后经过调整后 他是不是再是走出了一个上升的趋势 是不是再是走出了一个上 攻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你要注意啊 在这个位置 他已经开始走二波走二轮了 也就是说啊 这个位置的走势 是属于个调整后的再起 其实啊 我们看他的一个k线 你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明显的N型的走势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大家记住啊 逢低关注就好 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找这个低位去潜伏去低息就好 后期他继续走强的概率就大大的增强了 不仅仅是他啊 包括一些前期的一些核心票啊 他也找出了比较强势的走势 是吧 横薄股份 大家看一下 直接开房就涨停了 所以这种就给了大家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 转软的信号 当然啊 近期市场的核心是韩武G啊 这个票是历史上涨 是不是 在这个位置 突破这个压力以后 出现个加速的状态 像这种票的话 你只要记住我说的话 守住五无军带的强支撑 继续看多 继续躺 没毛病 不纠结啊 是 对吧 建筑装饰这个方向 冲高 回落 以后整体来看 大家是不是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建筑装饰这个板块 今天冲高 创造了一个反弹的新高 这也就是我前期多次给大家讲过的一个 我说这个方向 他前期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是属于压力 那么他只要放量的就有机会突破这个压力 进入一个新周期 进入一个加速上涨的周期 大家觉得是不是 所以说像这种板块的话 你一定要留意的 因为他本身是属于大基建方向 再加上这个方向的个股盘子比较少 短期的爆发力会比较强 比较强 然后他会有比较好的一个什么冲高的预期 建筑装饰今天有多支票涨停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目前核心品种并没有明显的一个什么上位 所以这个时候操作起来难度是比较大的 当然24厘米的也是要注意的 像这种是突然出现24厘米的 然后在昨天就出现放量 那么这种票短期的爆发力就出来了 所以大家是可以重视重点的留意和跟中的 当然除了这种票之外 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多支票 出现了一个底部的一个涨停 那这些票在今天涨停的情况下 明天就会出现一个角逐 我们说龙头角逐 所以今天没参与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不要轻易的去追后排的了 顶着压力去追的话容易冲高回落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明天相关个股的一个择势 谁会是带头大哥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留意的 好 除了建筑装饰这一块 今天其实说白了 还有个方向表现很强 所以刚才说的人工智能一下建筑是吧 还有是谁冬树西算 大家看一下没有 是吧 整体涨幅达到了2.4 其实这个冬树西算板块非常的强 他走势其实跟数字经济是相关的 然后我们看整个位置 他是不是也是创造一个反弹一个新的高位 其实这个位置是走什么新周期走加速 说了很多次数字经济板块是主线 是大流的一个主线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跟紧的 咬紧的 是不是有机会吃肉吃的大肉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一定要注意这个节奏的 当然可能会说今天数 这个算力板块 涨些票不多 目前来看只有一个票涨了20厘米的对吧 但是我们要注意像这种涨了20厘米的 往往预示着他短期的爆发力会比较强 你要像这种票的话就可以找 找明后天的一个分歧点去博弈 但是我告诉大家 在操作上面 尤其是盘通几大手追高还是要小心 因为你去看每天涨停板 你会发现涨停的票并不是很多 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这个市场还是处于一个什么 所谓一个轮动的过程当中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看今天一涨了一拉了对吧 然后大涨了明明天直接冲进去 这种往往容易接盘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除了这些大家看一下下面的都几乎跟他有关 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是 今天有些板块的个股开始出现回暖 大家看一下中字头 今天出现一波冲高 对不对 整体还是要震荡 可是如果你看一下中字头核心个股的择势 你就会发现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今天的中国电信涨了两个多点 中国软件包括中国联通中国移动这些多上去的 还记得我昨天前天跟大家说过的话吗 当然应该有印象 昨天朋友前天也跟我说 对吧 这个中国电信了 哎呀大跌要跌停 然后前面我在高位进场怎么办 对吧 要不要割肉 其实我在前面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这种票 这种板块你也不要纠结 不要担心 在这个位置调整后后期会有机会冲高 给你机会高位出豪 以后你可以找重要支撑位去博弈 前面的重色支撑位是10线 大家看一下这里刚好跌到20线 对吧就上去了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去低息的话也是可以吃到肉的 对吧 整体来看像这种票 他趋势还是属于多头上上 但是他前期涨幅巨大 所以经过这里调整后 后期大家就应该知道了 追高的时候要特别特别小心 就是 重要支撑位啊 说的很多次说的很明白 不仅仅是他啊 包括中国联通也好 中国软件也好 中国 一中国这个 建筑啊 中国交界啊等等啊 这些大家都是按这个思路的套路去啊 对不对 你看一下中国建筑也是一样的原理 对不对 前期他冲界冲高 出现冲高 要进去调整 调整到低位 他又才冲高 所以你在高位进场的啊 掏住的他有机会给你冲高 你也可以先跑路对不对 说说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太过的一个什么 担心啊 整体来看这个趋势还是属于一个 上升的并没有破坏掉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个股的情况啊 个股今天分化也是比较严重 后排也多数票大跌 甚至都是跌停的 对吧 这个我告诉你啊 就比如说中国高科这种 对不对 前面出现涨幅巨大 那这里出现 明显的是一个高低切 大家以后要注意啊 高位的前期涨幅巨大的 出现这种高位放量杀的 一定要小心啊 一定小心 主力出货啊 出现个高低切啊 从高位的前往了低位的对不对 还有这种像狼间这种 是不是 前期在这里出现一波跨数上涨 我记得个票我重点讲过 我说这个加速了怎么办 加速就不能追高了 对不对 加速就不能追的 你可以守住这个无均下线 可以这个低息 但是偏离的这个无线 高度很高的时候 就是说获利盘最大的时候 你不能轻易追 一旦追出来 你想想这一调整 你不就接盘了吗 说过很多次了 因为整个短线情绪啊 持续性不大好 所以很多这种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后排啊 看前排啊 前排 是不是发现问题呢 今天涨停的票也 几乎是在二十来大向下啊 二十来大向下 然后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些票几乎 几乎都没什么 几乎都没有持续性啊 是吧 连续走涨停的啊 持续涨停的很少很少 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市场虽然说在全线反弹 但是想要赚钱 尤其是短线想要去追高赚钱 很难很难 然后我说了很多次 现在这个行情就是盯紧的主线 咬住主线 调整到低位重要支撑位的时候 你去潜伏 或者说一些人机票 到了低位的时候 你去做一个什么 做个低息博弈 等他急拉 等他冲高 等他反弹 等他反攻 你就可以高位出逃 吃肉了 这个节奏 这个输入就是对的 那你去追高的话 反而容易高位接盘 好 这些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算